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博文焦点 中共十九大已经确定在10月18日召开 十九大将产生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之后会产生新一届的中共领导层 包括政治局委员和常委 围绕十九大的群力斗争早已开始 深圳才被调查 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被策划 这次会议被认为事关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 习近平会一意孤行的实行他的新极权主义 还是顺应民心实行民主宪政 今天我们来探讨十九大的话题 我们连线的嘉宾是中国著名政治评论家 战略分析杂志社的社长李伟东先生 下面有请伟东 伟东向你请教的问题是 习近平是否会取消常委 而实行毛泽东时代的主席制 你的看法是什么 取消常委和主席制的问题 但是临近十九大要开 看样子这次北戴河的博弈也好 或者这一段时间的博弈也好 可能习的这个想法 这么大的动作 可能未必能在十九大出台 现在看各个方向上妥协的一个结果 十九大有可能还维持原来的常委制 现在看维持常委制的可能性变得很大了 但是我仍然认为临近召开之前 这样一个打的格局 仍然是有可能变化的 就看这个七中全会上 是不是有这个修改党章这个选项 这个就七中全会决定十九大有修改党章的这个选项 如果有这个选项的话 那至少有两个内容会加进去 一个是习近平理论或者习近平思想 第二个呢 大概就是整个中央委员会上面的这个决策机构 就是政治局和这个主席制或者总书记制 这样一个选择上的一个改变 如果这个他最近这段时间的博弈 仍然可以达到这样一个高水平的话 那么实行主席制仍然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我我目前的判断 认为维持原来的常委制的可能性变得很大 伟东你刚才谈到了 就是实行主席制是有可能的 但是目前来说可能保持常委制 仍然是现在是必要的 那么我的问题是 如果保留常委 他的人数会是多少 有的人说是七个人 有的人说是五个人 还有的是哪些人可能入常 是这样 这个还回到主席制这个问题上补充说几句 如果实行主席制呢 我原来估计等于修改党章之后 一次性的给习近平赢得了一个新的十年任期 就是这样的话就给他的总任期呢达到了15 如果不实行主席制呢 这就带来一个困难 就是说你如果继续实行常委制 原有的这个中央组织机构不变 只是提出习近平理论或者习近平思想的话 那么未来能否保证习在过了二十大之后还继续连任 这样的话呢就就缺少一个组织上的一个 这个更加合法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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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那么如果继续保持常委制的话 从一般的法理意义上是说 这个法理指的是中共的党章 以及呢原来的一个惯例 那习近平就只剩下五年的人期 那么这次如果继续继续保持这个常委制的话 那么入常当中呢如果不安排 在二十大就是到这个二十大的时候 接习近平习近平班的人的人选的话 那就显得不合理 那么如果保留常委制的话 就可能有接班人的出现 或者潜在接班人的出现 那么现在看呢习到底要选谁做接班人 完全是没有一个一个定论的 而且也没有看到他自己看好谁 这是我要补充说明的 所以我仍然认为力争主席制的实现 可能呢还是他内心当中的选项 但是由于这个各方力量的博弈结果 可能他这样一个想法不能如愿 如果保留常委制的话呢 我认为保留原来的七常委 可能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项 也是最大的一个可能性 因为呢如果把常委缩减到五个人的话 那事实上就成了只能新增三个人 因为原来这个习近平和李克强是不可能下去的 这两个都是只认了一届 而且年龄也没有过杠 所以呢习近平和李克强是一个当然的常委人选 那么如果缩减到五个人就只剩下三个了 如果扩张到九个人 恢复到这个这个十七大的一个格局的话 原来就说九龙治水 这个各管一摊 当时的顾锦涛谁也管不了 才出现周永康啊等等那样一些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么所以我认为呢保留七个人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如果组成一个七人人选的话 前一段时间这个独卖新闻曾经发布了一个七人人选的一个名单 我对这个名单呢这个没有更多的不同意见 还有他的消息来源 我只对其中的这个王沪明是否可以这个成为新的常委人选 持怀疑态度 我觉得可能如果有新增的五个人的话 就是韩正 栗战书 汪洋 胡春华 下一个最大的可能性可能是赵乐际 王沪明未必能够上得来 至于这个这个在给习 比方说这个弄习思想 习核心 这样一些过程当中显得特别的这个这个吹捧性的人物 比方说刘鹤 比方说天津的李鸿忠 我也觉得未必能够上到常委这个层面 所以呢 我个人的评估 只对这个独卖新闻当中做一个人员的调整 这个也只是一个评估而已 可能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再看实际情况 很快就会见分晓 韦东 你刚才谈到了日本的独卖新闻 关于常委的人数 其实独卖新闻披露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关于王岐山的问题 你是否认为王岐山这回铁定要理论 他的理论是否因为是郭文贵的爆料所导致的 前两天我刚刚在这个自由亚洲 跟另外一位学者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说王岐山卸任的这个可能性 现在看占60% 这个而且我刚才提到的新的常委人选里边也没有提到 这个我仍然认为他离任的可能性变得非常大 但是呢也有另外一些变通的可能性 因为这个那次讨论当中我也提到 另外的这个学者就谢选俊也提到 就是由于王岐山在党内的这个备份 以及这个这个服众的这个程度 反腐这五年所所带来的一些个成绩 或者说他带来的一些个大家对他的认知也好 如果这个未来反腐还要保持这样的力度的话 现在呢用别人来替代他可能是很难的 这个习呢也很倚重王岐山 所以呢这个会不会给王岐山一个过渡性的安排 比方说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主席 或者是他不是中央常委 可能也不是中央委员 这个这个其他的一些顾问的这个角色 都还是有可能的 但是总体上说呢 王岐山个人这些年来 我们这个听到的一些消息 和做的一些旁观的观察 他都是想这个到时间就退下来 因为他今年的年龄也都大大的超过了 他已经69了 那么如果他还想继续连任的话 就等于破了这个党内的这个 所谓七上八下的规矩 但由于这个习的反腐呢 又很倚重他 所以我觉得现在权衡这件事 可能是习的难题之一 他的习的内心在某种程度上 应该说是想挽留他 或者说继续让他发挥作用 但是碍于党内的一些规矩 恐怕也这个这个 让他在民意上退下来 是充当一个顾问的角色的可能性 也变得越来越大了 所以我认为他如果这个改变 改成中央主席制 那可能有另外的灵活安排 如果保留七常委制 王岐山这个进入新的常委的可能性变得非常强 那么说是不是由于郭文贵爆料 才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 我完全不让人 我的爆料对王岐山没有任何撼动 这个而且他爆的都是假料 这个这个郭文贵就是一场闹剧 这个对对整个中国政局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也不会对王岐山的去留产生任何影响 如果说可能有一点微乎其微的影响的话 反倒是让习看清郭文贵所代表的这一大票被打下去的贪腐的人 对中纪委和过去五年的这个反腐进行反扑 这个反倒觉得应该这个把王岐山进一步让他发挥作用 这个可能性是由郭文贵这次爆料这个促成的 这个这个加大了这种王岐山留任的某种可能性 但是说他退下去 或者说离开这个中纪委也好 完全退出政治事业也好 是郭文贵爆料引发的 包括说王岐山退下去就会遭到某种清算 这个都是无稽之谈 你这个观点还是很新颖 因为跟这个很多郭文贵的想象完全不一样 那这里呢我们继续来推进 就是涉及到习近平思想 习近平为什么要提出这个习近平思想 习近平是否想超越邓小平 说他想提出习近平思想 现在也只是一个猜测 这个而且呢在邓小平理论这件事上 这个包括什么三个代表 什么和谐发展官 这当然是党内正式文件 以及正式说法的一个套话 但是习上台以来 从从来没有按照所谓邓小平理论来做 更没有按照所谓三个代表来做 和谐社会也是 这个并不是他们这个执政的一个指导方针 那么提出新的一套理论主张 包括这个提出习的理论 或者习的思想 已经有一段时间在各种党媒 和各种这个高级官员的口中 这个反复提到过 那么这次呢 这个习近平执政已经五年 在他第二个任期 提出他的理论 并且写入党章 这也是江和胡那个时代 留下的一个传统 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这个 某种理论 某种某种说辞 写入党章 所以习这样做呢 也是消归操碎 这个提出自己的这个 整个的一个见解 一套理论主张 写入党章 这个倒不是他独处心裁 因为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是这样做 那么把习的某种理论 写入党章 也是一个一个顺理成章的事 问题是江泽民也好 胡锦涛也好 都不敢把自己的 这个这些主张叫做 叫做理论 因为邓小平那个 在毛泽东思想之下 叫做理论 邓小平理论 已经把他们压住了 所以呢 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是 往下这个等二次 这个提出若干政治主张 或者系统的政治主张 把它写入党章 那么习近平敢不敢把自己的 这套这个做法 直接叫做这个理论 叫做习近平理论 或者呢 直接跟毛泽东比肩 叫做习近平思想 我认为他有这个想法 也有这个 现在也有这种 达成他自己意愿的能力 我更倾向于 这个 他这个以个人 他的个性 和现在党内各方面的 这个呼吁 他形成的一个核心地位 而言 他直接提出习近平思想的可能性 变得非常大 直接提出习近平思想 等于是我曾经五年前就说过 整个太子党的一个意愿 就是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化缘这个一百年的这样一个圈 这一百年的圈呢 包括毛泽东提出来的什么 这个这个 为全中国人民如何 这样一些口头的说法 那么到习近平到2021年 他仍然在总书记 或者在党主席的这个位置上 正好是中共建党一百周年 那么这一百周年 他要宣称他自己实现了 这个这个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实现了多重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 五个现代化 等等 让中国呢 重新在在国际上赢得了一个 一个一个大国地位 等等 他认为他等于把毛早年 提出来的一个设想 或者整个中共 提出来的一个一个政治理想和愿景 由他这一任来完成了 所以呢 他认为他有这样的资格 也有这样的这个地位 可以这样做 所以呢 我觉得直接提出习近平思想的可能性 变得非常大 尾东大家关心十九大 实际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关心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的走向 习近平上台以来 已经过了五年 他有很多行为引起了人们纷纷的猜测 有人说他会走向毛泽东时代 返回那个时代 也有人说他是一种新极权主义 也有人说他实际上是要实行民主宪政 比如说冯胜平先生就一直坚持这个观点 那么十九大以后 中国的政治经济的走向 到底会向哪个方向走 向秦宁系统来谈一下 首先我不同意冯胜平先生的这个说法 包括还有其他一些人 这个包括明镜 还有海外的其他一些媒体 都在这个宣称习近平的新极权 这个是为了未来要走向民主宪政 国内也有若干学者 这么多年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 这个是我始终都不同意的 五年前我就发表过 这个走不通的红色帝国之路 而且我后来对红色帝国做过新的解读 这个当年就是这样解读 后来系统阐释过 就我把它叫做新纳税主义 这个那么 这个这是这个习上台以来 整个红二代 等于用党来绑架国家 一直这个让国家的这个 某种现代化和更加 这个富强强大 同时呢带着中共这个党 从腐败和这个六四以来 带来的阴影当中突围 这个是一直他们设想这样做的 而且这个选择的道路 等于说说是什么 获得了宇宙真理 等等坚持共产主义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试图在整个人类文明当中 开辟出第二种文明 这个我们一直讽刺这个第二种文明 这个存在的可能性 因为我们一直在坚守和坚信 一个普世价值和民主价 这个民主架构的存在 是人类的一个一个真正的光与的道路 而中国所宣称的 中共所宣称的 共产主义也好 特殊的这个这个文明历史也好 这个反正跟全人类都不一样 自己要走一条独特的道路 我认为是走不通的 那么总体上走不通 不等于它不能取得 短期内的某种快速经济增长的成果 所以我一直觉得 这个很多人认为 中国经济即将崩溃 整个这个经济状况极为恶化 那么由于这种经济崩溃论 和整个社会崩溃论 在即的这样一种判断 也导致了在这个反对中共极权 建立民主宪政道路上 一种急于求成 和战略战术方面的重大事务 我一直说中共 现在这种新纳粹主义 只相当于当年德国的 1936年到37年这样的水平 就是无论是统治能力 还是经济增长的势头 都是1936年 我之所以说这个时间概念 是因为那一年 纳粹法西斯 就是希特勒 这个召开了奥运会 这整个德国还如日中天 那么你看今天中国 在全球范围内 这个军力迅速增长 这个经济总量迅速增长 而且全球范围内都在对中国 这样采取的这样一个极权主义 尤其是美国带头 由川普总统带头 采取了全面的绥靖主义 这个当年德国 德国所面临的这个境况 是非常接近的 中国要想比方说 这个推翻极权暴政 这个改变社会制度 建立民主宪政等等 这样一些愿景 可能还需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 这个习上台以后的 这个经济走势 和总体上的政治态势 短期内不会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 除非他在党内 我也说过 他遇到三大天敌 这个一个天敌是互联网 一个天敌是这个自然环境啊 等等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模式 对整个中国经济和自然环境的破坏 第三呢 就是这个八千万党员 跟他并不是同心同德 他要求的这个没有腐败 和共产主义理想 这两条都是很难做到的 虽然他有这么多的这样的困难 但是短期内说 他就遇到重大问题 这个还为时过早 那么未来的经济政治走向 我觉得第一 就是这个资本的这种对外扩张 现在由于中国的资本过剩 然后呢 这个提出的一带一路等等 我说这叫用中国模式 祸害完中国要祸害全世界 但是现在这件事才刚刚开头 那么中国在未来的五年当中 全球性的资本扩张 变得势头很猛 虽然这个资本扩张本身 是这个压榨中国老百姓 用中国模式 这个获得的这个财富 但是呢 现在这样一个压榨过程 仍然有很大的余地 中国各地的这种民间的反抗 和这种这个反经济压榨的这种 这种动力和能力都很弱 中共的这种高度的这种极权 极权暴政 这个使他有能力在短期内 攫取民间的这个大量的财富 然后向全球扩张 这是一个这个经济发展石头 而这种全球扩张呢 在某种程度上 会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 这个很多国家资金匮乏 很多国家具有这种 经济巨大的发展潜能 中国的资金进去 中国的公司进去 会给中国带来进一步的财富 那么政治方面呢 如果他进一步这个集权的话 现在已经取得核心地位 我已经说过 他拥有了这种元首的资格 我也说过 这个如果以毛泽东的权力指数为100 我给邓小平呢 打80分 就是毛泽东为100 他就是毛泽东已经是神 教主 以及这个党政军的一把手 邓小平呢 并没有这个成为神 也没有成为这个党政军的一把手 而且这个他执政期间呢 也受到八老 以及前面这个挂着牌子的总书记 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某种掣肘 他并不能达到完全的这种 绝对的决策 决策权 所以我给他百分之八 打了八十分 那么呢 我也说过他是 毛泽东是皇帝和神 邓小平呢 是贵族共和的国王 而习 我给他打九十分 这九十分的含义是说 他已经建立了元首制 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远远超过了邓小平 所以在党内的进一步集权 而且发挥元首的功能 这个一声令下 然后这个听不到任何反对声音 他的决策可以百分之百的被通过 而且被执行 这是政治方面更加高度集权的一个表现 未来五年也会这样子 那么会不会引起内部的反弹 我们在观察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资本的全球扩张 大概是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我说 这只相当于德国的1936年 这个我们在反对集权 建立民主自由的这个道路上 可能还有比较漫长道路要走 评论人士认为啊 习近平要想达到 邓小平和毛泽东的这种地位 他还缺少一个东西 那就是军功 所以说有人认为 在习近平论上 他会发动一场战争 来证明自己的军事能力 你有没有这种看法 我五年前就说过 他不仅要 要这个这个当 又一个版本的毛泽东 当然我不同意 他会回到毛泽东和文革 我一再说 他要回到文革前的刘少奇主 就是这个高举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这些东西 但是实际上是经济上适当放活 然后政治上高度集权 然后又反右派 这刘少奇当年就是这么做的 那么现在呢 他基本上是在沿着这样一个路子在走 我五年前也说过 他还想成为一代统帅 一代这个伟大的统帅 所以发动一场战争 在这任内 特别是第二个五年 变得可能性越来越高了 然后现在呢 也面临着各种军事威胁方面的挑战 虽然前一段时间跟印度算是基本上握手言和 刚刚开了这个金砖五国的这个会议 印度的总理也出席了 而中国在印度方面也退却了 但是在另外的方向上 比方朝鲜的继续挑选 这个以及这个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压力 所以呢 习想打一场战争 而且打一场完美的战争 在中国的南海 在这个这个钓鱼岛问题上 在台湾问题上 都可能采取某种更加强势的军事动作 当然我我坚持认为第一个可能 进攻的目标 打一场仗的目标 更大的可能性是朝鲜 要要结束这个小区的胡闹 然后呢 把朝鲜的这个重心纳入自己的实力翻 这个可能性变得非常高了 呃 伟东 我还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也就是呃 郭文贵跟十九大的关系问题 因为郭文贵啊 呃 他的爆料是以搅局十九大为目的 但是我们来看他 郭文贵的这个爆料 应该说他看到了中共的贪腐 应该说问题是找到了 同时他也选择了一个好的时机 但为什么郭文贵呃 就不能成事 从目前的情况看 他的爆料即将落幕 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他的爆料 就说对中共实际上没有什么影响 呃 这个中共的腐败自己的反腐反了五年了 怎么要通过郭文贵看呢 这个这个呃 而且这个腐败的程度呃 中共自己揭露出来的都已经相当的严重了 那么当然这个这个这个还有更为严重的情况 还可能还没有揭露出来 这个我们前几年一直在批评中共这个反腐的选择性 我们一直说对红二代没有任何的这个这个反腐方面的这个举措 呃 呃那么这个反腐呢也是不彻底的和这个选择性 呃那么 郭文贵看到这个呃 呃 大家在反腐的问题上有有很大的群众方面的公约数 所以在利用反腐这样一个由头呃 来搅局十九大 这个也也也是他的聪明之处 因为他自己要所谓要三保 就是这个这个呃 呃保保钱保命保仇等等这样一个说法 然后利用十九大开之前的这半年的时间 呃 写起一个很大的一个舆论风潮 这个这个似乎由他可以接触更大的腐败 而且他一开始就宣称 如果不把王岐山干掉 或者不按着他这个思路反腐 就没有十九大了 他本他说他的本意上是要保护十九大 保护习主席 那么最后的结果大家慢慢看清 他实际上是代表着被打下去的那个贪腐那 那那那那那那一大批人 这个他公开的那些贪腐的官员明园教区 他他他直接给那些被打下去的反腐 这个被腐败打下去的那所谓几十万官员 包括什么几百万家属公开明园教区 呃 这个也是大家都看到的 这他明显的是要这个这个采取所谓清军策的方式 呃 来来这个在十九大之前代表腐败分子 包括他自己这个来一轮反扑 那么这是他慢慢的失去这个公众的兴趣的这个原因之一 就是他的目的本身是非常的这个这个可笑的呃 就是代表腐败的那一方面这个其次呢 这个其次呢他所这个做的这个所有的事情 所谓的所有的爆料到目前为止 我在推特上有统计 除了一两件小事是真的 这个这个绝大多数的重要的爆料通通都是伪造 那么通通都是伪造的 他他怎么让人相信呢 慢慢真相浮出水面之后 大家也不信他 所以他对中共的十九大严格说来是没有任何影响 也没有起到既没有起到搅局的作用 也没有起到宝贝的作用 他不过是十九大之前的一场闹剧 一场国际上舆论上的闹剧而已 所以你说他这个好像拿着一手好牌 然后利益也很高 然后最后怎么就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个东西就是假的真不了 假的早晚有一天要露下 这个这个他靠一种编造的东西造谣的方式 来想要影响中国政局 通过威胁这个这个中共这样一个强大的集权的方式 来想获取他自己的利益 这些都是办不到的 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成功的签例 他自己这样一个闹法本来就办不到 加上那个人的人品 然后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 他自己暴露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个这个包括他这个这个指控中共官员的 所有的那些腐败和恶劣的个人行为 他指控那些事 统统在他自己的身上都存在 都被揭露出来 他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他最后这个你说要落幕也好 最后失败也好 这都是他这个个人的人品 以及他自己采取这个方法 所必然的一个结果 这个不足为奇 也不值得可惜 观众朋友们 李伟东先生为我们分析了中共十九大的召开 人事安排以及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 他指出习近平要打造一个红色的帝国 他的梦实际上就是新纳粹主义之梦 他是不可能实行民主宪政 中国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但他不是福音 而是痛苦和灾难 回顾历史 有人说多难新邦 但只有身处灾难中的人才知道 信百姓苦 亡百姓苦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李伟东先生